我曾经看到一个批语 讲给大家听 就是说 有一个年轻人 老是怨天尤人 抱怨这抱怨那都不惜福 遇到一个有智慧的老人 年轻人问老人 你看我也没钱 也没工作 也没有人对我好 等等等等 在抱怨 而应征工作的人家 长官主管不赏识我 我就觉得这人生 一点意思都没有 他就这样 他说我为什么这么穷 老人跟他讲 我砍断你一根手指头 给你一千块好不好 他说我才不要 那砍你一只右手 给你一万块 他说我根本不要 让你下掉了 给你十万块 那当然不行 让你现在马上变 八十岁给你一百万 谈到别谈了 八十岁给一百万 要干什么 对不对 那你现在马上死掉 给你一千万 做鬼来花 他当然都不要 那老人就说 你看你也很有钱 给你一千万你都不要 没有超过一千多万的本钱 那更胜的一个比较 那像我们台湾在座的各位 都跟我一样 今生可能没有经历过战争 是不是 没有经历过战争 在这个地球上 就超越五亿人的福报 为什么 这地球上有五亿以上的人口 保经战乱 你已经超越五亿个人了 你没有经过战争的洗礼 摧残 那么 那些调查 你银行有没有开户 大部分都有 对不对 里面有没有一点钱 有的人很有钱 有人说不多了 还有个几十万 几万块 还有几千块 我跟你讲 你银行开户有钱 里面有一百块的人 就在这个地球上 百分之八的富有族群 百分之八一万 银行没有办法开户 没有钱 就是 这地球上有钱人百分之八 你只要银行有开户 那你是其中一个 那百分之九十二 穷光蛋 或者是 难民乞丐 没得吃 或者是生命违在待戏 那么 同学 你父母健在 这就是 在这个地球上 你是稀少的人群 比前面 百分之八还难得 父母健在 因为你这个人 常常都是 面带笑容 自信 有自信心 很满足 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少数又少数的 幸福的人 就是有信心 很满足 看到人会笑这样 这样的人很少 这种很少 就比前面百分之八 比父母健在的 稀少种族族群 还要特别 就是面带笑容 有自信的这种人 看到人会打招呼这样 这种人就超过前面的人 但是这种人 都不用花钱 很多人都可以做到 他却不愿意做 我有自信 很高兴 这样子 谁做不到 很多人都不愿意做 这种人就少之又少 如果你看到 别人心情不好 你会过去跟他握握手 拍拍他的肩膀 甚至说你心情怎么了 怎么这么不好 有什么事告诉我 这是上帝才能做的事情 而你现在就能做到 上帝就是在人 有困难的时候 帮助他 我看走不下去 帮他度过难关 那这菩萨 这佛祖做的事情 你现在做到 如果我刚才讲那些话 把它付诸文字 可以看到的人 包括在座 各位你现在可以看 看经典 修法本 你现在在写字做笔记 你超越地球上 二十亿个人口 二十亿的人 为什么 因为二十亿人不能阅读 大家幸不幸福 非常幸福 如果在座的 你有学佛呢 那就是少之越少 少之越少 少之越少的人 那简直不可思议 像这样的人 你今天来到佛堂 你却不想发行修行 那就是少之越少 少之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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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之越少的愚蠢的人 你说有没有道理 那是不是太可惜 所以我看到这数据 我就是 那最好啊 我每天都在做 做上帝佛祖一样的事情 很快乐 看到人就可以笑一笑 有志气地拍拍人家肩膀握握手 跟人家问讯一下 多好啊 所以同学以后建议 不可以又游逃各面 不可以坐在那儿 没缘没缘 心情坏坏 起床坏坏坏 我没想要修 一直打电话叫我来修 我就想打电话再来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你现在大福报 用钱 为啥不珍惜啊 你正在享福啊 你等一下赶快去 这个什么 提款机 把自己密码按一按 看看你里面存款50块 这是地球上8%的人 才有那50块 你就是地球上8%的有钱人 那你如果有5万块的 那不得了了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在想 就是用不同的角度看人生 你生出不同的这种 觉受和智慧 这有的时候心里想 其实我什么都有 每个头修你在做都想 我什么都有 父母啦 先生太太啦 儿女啦 家啦 买一个家啦 回家有电视 有洗衣机 有冰箱 我什么都有 我现在来学 我真的很幸福 好好发心修行 如果你在世间法能发心 一切会越来越吉祥 顺遂无碍 就算你现在很拮据 有瓶颈 有困难 没有办法超越 都会解决 发心越大越快解决 甚至发心的当下 问题变得不是问题 变得是功课了 如果把发心 又在修行上面 这人进到就很快 所以在做头修 你已经来修行 你看这少之又少 少之又少 少之又少的族群 来修行 对不对 你又不发心 那倒太可惜 你一发心 你这修行马上会不同 这短短的一句佛法的寄语 可以让你再三省思回味 触类旁通 左右逢源 可以让你犹如醍醐灌顶一般 任何一句佛经寄语都可以 因为你发心 观感觉受都不一样 你的心变得灵敏 而富有觉察力 感受力 不再也不再因为盖障蒙蔽 而麻木不忍 所以这发心实在是 很好的一件事情 每天都发心 就发大心 不要被你的俗物影响发心 做工作的 不要因为这个业务繁杂 影响你发心 谈恋爱的 不要因为情欲 爱欲的烦恼影响发心 做学问的 不要因为你课业繁忙 影响发心 或者你有其他的 你的岗位 你必须经历的事情 不要因为这些是影响发心 每天影响你发现那些事情 充其量 很多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很多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你不信我们白天 我们来个发心市场调查 同学说打电话 或者用电脑去问 你现在底街有发心吗 没有 你为什么不发心 我在上网 上网找什么 我在查一个东西的价钱 查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没有 加马桶盖坏掉 找一看哪里卖马桶盖 马桶盖就可以阻止你发心 你看都是一些这些事情 你调查一下 你觉得很可笑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少数又少数又少数又少数 那种愚蠢的人 那种有福报 但是又愚蠢的人 所以很多时候同学 你想想看 孰重孰轻啊 凡事总有个轻重缓急吧 人的每一天都很珍贵 都要有它的意义价值 否则的话 你每天都在虚度 不愚蠢的人